福茂集团CEO赵安吉的意外死亡促使人们开始思考 如果汽车落入水中,我该如何应对? 以下是逃生指南 汽车落水是一种危险的情况 但如果你知道正确的自救方法 你可以提高生存几率 以下是汽车落水后的自救步骤 保持冷静 车辆落水后首先要保持冷静 车内的氧气足够供氧1到3分钟 这是黄金的自救时间 冷静有助于减少氧气消耗并保持思维清醒 解锁车门和车窗 解开安全带 第一时间解锁车门和车窗确保能够迅速逃生 如果车门无法打开 检查中控锁 拔起启动汽车的车窗系统 从车窗处逃出 如果无法控制汽车车窗 使用车内的尖锐物品 如安全锤 砸开车窗 注意 不要试图敲打前挡风玻璃 后备箱逃生 汽车落水后 一般情况下 最后沉水的是汽车尾部 将后排座位扳倒 找到后备箱的锁心盖 用钥匙或其他硬物将其撬下 然后顺时针方向拨动锁心 尾箱盖就会自动弹开 掌握水中逃生方向 周围水质可能很浑浊 遮挡视线 如果不知道往哪游 寻找亮光 朝亮光处或是顺着气泡上升的方向游 注意事项 砸车窗时要系紧安全带 以防被砸开车窗后的水流冲走 砸车窗前 深吸一口气 同时保持镇定 以防被砸开车窗后 涌入的水流枪盗 总之 掌握这些自救技巧 能够在紧急情况下 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